埃及反政府示威呢 当地情势继续动荡不安 昨天呢我们说过了 外交部租了一架约旦航空的专机 在今天早上9点半左右 已经接回了129位的台湾旅客 抵达了德国的法兰克福 不过呢除了外交部继续包机 接回旅客之外 这几天也有旅行社呢 自己透过了各种管道 让自家的旅游团也能够顺利返台 埃及情势持续紧张 让不少观光客饱受惊吓 这座埃及的台湾旅客 这几天由部分旅行社透过管道 分别搭乘新加坡航空 或是从曼谷转机陆续回台 但还是有些旅客行程受阻 由于适逢春节前后旅游旺季 到埃及旅游的人数相当多 根据观光局调查 目前受困在埃及的旅行团 以凤凰旅行社最多 共有6团146人 其他还有凯旋 开喜 雄狮 花游等 总共有10家旅行社 共28团553人 为尽速安排国人撤离埃及 外交部也紧急透过驻外馆处 向约旦航空租用民航专机 31号傍晚起飞 首批129名旅客已经平安抵达德国法兰克福 这一架飞机在今天台北时间的早上9点35分 已经抵达了法兰克福 目前有我们法兰克福的同仁 在协助我们的国人通关当中 已经安排好了旅馆跟相关的交通工具 预定会在台北时间 明天下午5点40分的时候 从法兰克福搭华航的班机 反抵国门 外交部表示 由于这架包机只能搭载150人 若一趟再不晚将来回飞到再晚为止 而外交部首批撤离的旅客 将转搭华航班机从德国法兰克福回台 预计最快3号大年初一抵达桃园机场 记者来说明 徐启峰 台北报道 那么埃及的状况目前又是如何呢 在台湾时间今天晚上 号称有上百万的群众 涌进了首都开罗的解放广场 表达要争取民主的诉求 这也是民众反穆巴拉克总统的抗争 一个礼拜以来的最高潮